光伏陶瓷瓦安装施工 光伏陶瓷瓦屋顶施工工艺的核心 是挂瓦条的布置和线缆的连接 挂瓦条可以是木条 也可以是金属条或水泥条 屋面挂瓦条的布局设计 以保证光伏陶瓷瓦下面空间互相连通 方便屋面散热为原则 并保证光伏瓦的太阳能模组 任何部位的温度都不超过85摄氏度 这是光伏瓦屋面挂瓦条的布置形式 此外 安装光伏陶瓷瓦屋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 光伏瓦是予安装在斜坡屋面上 并符合JB50693-2011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 旗下设置防水电层 光伏陶瓦坡屋面青角以10度到60度为以 最佳接受阳光照射的青角为当地的维度数加上5度 光伏瓦屋面发电系统各组成部分建筑中的位置应合理 并应满足其所在部位的建筑排水和系统检修更新与维护的要求 二 屋顶形体及空间组合 因为光伏瓦接受更多的太阳光照强度 时间创造条件 满足光伏瓦冬至日晴天 全店有4小时以上日照时数的要求 三 建筑设计 因为光伏瓦屋顶发电系统提供安全的安装条件 四 套进几瓦的一排瓦不易选用光伏瓦 亦采用同等外形尺寸的配套瓦 五 位于建筑屋面两侧的光伏瓦 以上午90后和下午16时前 能够接受到阳光照射为准 光照不佳的位置采用同等外形尺寸的配套瓦 瓦施工注意事项 光伏陶瓦在施工应用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 根据屋面大样图及泼屋面尺寸 横竖向排光伏陶瓦 保证光伏陶瓦尺寸均匀 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光伏陶瓦按横竖尺寸挂线 二 安装光伏瓦应根据设计方案 确定电路的串并连方式 瓦片之间进行线路连接时 确定搭扣连接到位 原则上 应做到边安装边检测线路 连接是否到位 一般以36片光伏陶瓦为一组 进行电压测量 如发现光伏瓦接线端松动或脱落 应及时进行检修 遇到接线盒内点焊未到位造成脱线的 应及时进行瓦片更换 整体光伏瓦安装接线完成后 堆积汇流电缆 进行电压及电流测量 确定是否符合应有的工作状态 三 固定光伏瓦 在每一分段或分块内的光伏陶瓷瓦 均为自下而上粘贴 从最下一层砖下皮的位置线 先稳好靠尺 以此拖住第一层光伏陶瓦 光伏陶瓦外皮上口拉水平通线 作为粘贴的标准 墨瓦层亦采用113水泥沙浆粘贴 沙浆厚度为30毫米 贴上后用灰铲饼轻轻敲打 使之复线 并用靠尺通过标准点调整瓦的平整度和垂直度 光伏陶瓦的最下面一层和最上面一层 用水泥钉与挂瓦条固定 四 所有破屋面屋脊 仰角使用的配套瓦切割时 必须做到尺寸准确 五 待大面积光伏陶瓦施工完毕后 用靠尺检查琉璃瓦的垂直 平整度 用小钉锤检查光伏陶瓦瓦是否存在空骨